字幕君 李宗盛 大家好 歡迎大家 逢星期五晚上九點半 又來到體州論壇 阿英基 來了 中間的好 相信有留意可以看也知道是誰 我們是蛙王 周文浩 是 我今天真的很開心 因為我跟周文浩認識了多久 經常在泳池見 不過很少機會可以 像現在這樣坐在那裡聊聊天 我也很想了解一下 其實因為我認識到很多游泳的朋友 他們小時候並不太喜歡游泳 但是文浩很小的時候就已經成名了 以我所知 我想知道你是否一個例外的例子 你是喜歡游泳 所以你可以很小的時候已經游得很好 而且你能夠保持現實 其實我小時候一開始就不喜歡游泳 都是的 都是沒有例外 我媽媽帶我去泳池 我是不喜歡下車的 然後有別的家長出來叫我 去游泳吧 開始分別 但是游了一會就有比賽 就覺得比賽好玩 就是 輸了給別人就會想贏 是 亦都想下次做得更好 是 那就繼續游泳 當時媽媽有沒有甚麼理由一下你去游泳 就是她起碼要令你上車 那 那沒有 都是逼一下逼一下 逼一下逼一下 是 那那父母其實是否有運動底 其實也是 我媽媽沒有 是 我爸爸是有跑開步的 但是 也不是說是練習 也不是練習 會鬥那些人 都是喜歡運動 也是娛樂 喜歡運動 很難得 即是我兩夫妻 我輸了我女兒去游泳 都輸了很多年 是 我們運動都覺得 讓她去試一下 是 她喜歡游就游 不游 她喜歡打球 沒有車會打球 是 都沒有說是逼 但是父母的角度 希望子女可以有不同的飯 都試一試 是 但是游泳之所以有甚麼 關鍵問題是很悶 很悶 是 當時已經有一個原因 你小時候身體是 不是那麼好 是有 有一個學游泳的原因 就是 接觸游泳的原因 是因為身體不是那麼好 所以父母也有這個動力 據我媽媽說就是 噢 接著就 學游泳就給 李富蟬教練 是 是 接著就發掘了你 是否李教練發掘了你是 蛙式的 講起怎樣叫蛙式 就是 有次學界賽 學界賽就自己 自己找體育老師報名 接著就 我報了 五十蛙 五十碟 即是我自己報的 接著就 初賽的時候 那天學界賽還有初決賽 是 接著初賽我就跟 學界紀錄相差一秒 是 接著 李教練叫我決賽 最快一點我就破了 哦 接著就 就繼續由蛙式 是 那個紀錄是誰的呢 不記得了 不記得了 好的 即是由那時開始發現原來 蛙式對於你來講是有一種 或者是天分 可能是那時開始發掘得到 那李教練就開始在你這個項目上培養下去了 是的 其實就大家都 即是你自己都會當作這個是主行 是 是 然後就 是不是一直以來都是 就是蛙式 不斷游不斷就是會破紀錄 因為在我心目中 我記得 整天都聽到我說破紀錄 周文豪 直到現在的比賽都是這樣 其實就我自己都會去想一下 到底自己還有什麼技術可以改進 是 不會研究一下別人的選手 即是會開始看看 他有什麼好過我 我有什麼是用得的 或者研究一下我有什麼是不好的 可以減少這個不好 這樣就是其實一個進步的主要原因 即是不停的 即是是不是出賽多 其實那種渴求勝利的那種就越強 其實會的 因為會見到跟別人的對比 是的 跟我跟去外地的訓練都會 即是看到隔離隊原來 哇 練得這麼厲害 是的 因為其實我們看你這條路 好像從來都沒有過什麼 什麼 錯字單 啊 升降一直都會向 好像股票圖那樣扮 這樣想 到底是甚麼呢 其實會有一點是覺得 保持左翼 停滯不前 停滯不前 你說是現在 還是曾經試過 曾經 曾經試過 明白 他就會是 2015年 我去完日本集訓回來 就 就 成績其實不太好 嗯 又沒有說很差 但是就 絕對不是好 是的 明白 即是2015年的時候 可能就是 稍為平一些 那個 即是我個人 2014年我是游到兩秒 一分兩秒 但是2015年 我就回到四秒 有一個 我想著很全力的比賽 然後就覺得 哇 很辛苦 好像 是的 是 不如我再說一下 因為周文豪我知道 你在曾經在兒童運動會上 你就是取得了金牌 回來之後 你也是取得了公的獎狀 其實那一刻 你其實很小 即是那時候 其實你知不知道發生甚麼 或者對於你來說 是怎樣去消化這件事 那時候取得兒童運動會 金牌就是 20年 就是14歲 是 是 我的感覺就是 這個獎好像很厲害 這個金牌 即是 或者是政府很體重這個獎 所以就舉辦了這個獎狀 是 是 這就是我自己的感覺 是 因為一直以來 我覺得周文豪 他也是一個 相對來說 相對來說是比較沉默寡言的人 他好像有很多事情在想 其實他是有追求勝利的那種追求 但是他拿了一些獎金 你又不覺得他特別 特別興奮 特別興奮 但是他又會很懂得怎樣去消化 可能曾經有一個公的獎狀 他會覺得其實都是這樣 不是直播的 不過就是拍攝 哇 那次慘 他當年八號叫勁也不開 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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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比較沉默一些 現在完全不同了 現在 有甚麼轉變呢 即是性格方面是否有 性格方面 真的 他以前比較少說話 問他 今天怎樣 都可以 就完了 真的 這個真的 就算不是訪問 就算是朋友的聊天 都會發現 怎樣 今天怎樣 挺好 就完了 有沒有下一句是難一點 現在是 可能是 大了一點 即是 如果讀到大學 你真的要 主動一點說話 即是別人問你 如果你不 你不努力一點去回答他 你就 少了一個 朋友的機會 是 還有其他事情也是 有些社會上 譬如 譬如被人訪問 也是 其實別人也會覺得辛苦 我當年就覺得辛苦 因為 即是 這一類的運動員是多的 都不是說 每一個人 好像暗制一樣 暗了一把 都不是 都要有時間的適應 正正想問 就是這一件事 可能2014年的時候 都開始慢慢 即是開始受到觸目 那種感覺 即是你之前 可能 遊園的兒童運動會也好 那些人都覺得 因為澳門 贏兒童運動會獎牌的人也不少 也有 但很多時 就有個問題是少年了了 但未必加 很多都是 即是中間有很多 由自己放棄 又或者有可能 身體也不想騙 或者也打不上 那時候 自己那種 開始受到觸目的感覺 是怎樣的 其實從100年以來的 其實從100年以來 年年也有些比賽 是我可以去 有一個 進步 或者 進步的機會 或者 即是說逐一點 就是有獎獲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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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勝 其實也有些比賽比較難忘 就是在澳門的亞洲學界 Barbante 因為是一本地賽事 是 於是 我要再好一點 這也是一個在那段時間比較矚目的一個比賽 那一屆都好像拿到兩金 是的 兩金 五十和一百畫 還有一銀一銅是自由式碟式 自己是記得很清楚 自己都想 我覺得在游泳運動員有一樣東西 他不單是記自己的獎 一個運動員當然對自己曾經拿過甚麼獎 是會很清楚 還有對於秒數 最後破測0.0多 然後就會破到紀錄 那種喜悅感是你們才知道 其實旁邊的人不太知道 可能教練知道 是的 教練曾經也是運動員 是的 你也對 你真是說得對 因為其實說回你 你一直以來都破了這麼多紀錄 我一直以來都拿了很多獎 其實有沒有哪一個比賽 或者哪一次對你來說特別難忘 難忘 每次都難忘 但是如果說特別 難忘的不是拿獎 就是第一次去 我覺得自己是真是一個 澳門隊的游泳運動員的時間 就是2012年阿錦賽的時候 那時就 到下 倒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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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去的好像 有啊 是 16歲的就是一個尷尬的年齡 你說他一、二年的時候 16歲 一個介乎於懂事與不懂事 有感覺與沒有感覺的距離 懂事就知道 好像世界比賽很厲害 我要去游快一點 有些就不是 哎呀 那些那麼厲害 輸了這麼一百 都是輸了 好像我難忘是覺得 因為 那次四成一百字節 就是一個 有機會挑戰前輩紀錄的時候 我也是有份猶豫 最後破了 澳門多久 然後就覺得 我真是澳門隊的一個 其中之人 可能你之前參加的比賽 都是比較 可能是有年齡 那種以周文浩的名字去參賽 當然你也是背負著澳門隊的名義 但可能去到亞錦賽 這個級別的時候 你由一個接力 因為可能團隊就更加體驗到那種澳門的精神 是 那次就比較難忘 所以 還有 好像你剛才所說 也不是一種分靈 真真正正是一個 最高級別的賽事 不是說以前的分靈賽 大家才知道是年輕人賽事 是 飛躍了去一個大舞台 一個細胸子 是 第一節時間差不多了 回到這邊 繼續跟周文浩再談 有事 臭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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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沒有理會 然後又結束阿穎 然後時間我覺得挺好的 27秒9,然後下到第六名 然後就開始覺得 在研究自己,到底應該繼續在游泳上努力 算吧 是的 接著就… 現在就開始體育局有一個新的計劃給我 就可以更加努力、更加全心地去游泳下亞運 即是曾經在亞運之後經歷了一段期間 是有點迷失的 是的,比較迷失 但又沒有困難 因為可能在那一刻 通常一個運動員是完結了一個中的賽事之後 你就會想要不要再繼續 可能要再繼續的歌客 很多條件未給你 因為包括你不需要讀武書讀 沒錯 另一個方向去平衡你本身有讀書和訓練 你歌客的迷失點在哪裏呢 迷失點是比較正常普遍的大學生 嗯 畢業後當然不會找工作 是的 是的 但是找工作做一定會對訓練有衝突 是的,沒錯 這就是自己的考慮 因為如果有影響的話 我就不會是一個這麼再經濟的運動員 沒錯 即是一做了工作 其實在工作方面會佔了你很大的尾重 你可能訓練的時候 三個小時也未必很專心 很難會游得到比較好些的成績 嗯 其實當時 即是你剛剛亞運完了 你又沒有運動工作 那時候 即是 怎樣平衡生活 因為那時候可能你游了第六名 但是看過一些報道可能是 當時的資助未必能平衡到你的生活 是的 那你又沒有工作 那怎樣 其實都是這樣過著的 那就是 家裡晚上都有飯吃的 哈哈哈哈 這個是家裡不肯 是的 其實就是這樣 即是我當年都差不多的個案子 我打了亞運之後 我整年都是瘋瘋瘋瘋瘋 都沒有怎麼刻意去找工作 但都知道那條路是不走的 即是那種感覺隨緣 是的 那當年的社會沒有那麼大壓力 說真的 是 即是你找工作只有幾千元的工資 那當年的壓力沒有那麼大 不過今時今日不同 又是劉駕桂 又是這個樣子 又是競爭 又是想考訓政府工 其實壓力跟我當年相差很遠 是 其實有沒有一些壓力 其實有的 即是 譬如那些部安部隊 是的 可以說 可以說 周圍的人都在說 是的 是的 不如試一下這麼大隻 你真的沒有想過試一下嗎 其實可以 不會是現在 即使有 即是可能其實你也是 即是你都覺得你自己還有得去下一屆亞運 即是現在說的是三年後 即是你還是有這個能力去再好 再游得更好 是的 即是除了亞運之外都可以 所以你還想在游泳這裏去再做更多 不過其實他真的很學生 是的 因為其實怎麼說呢 澳門講游泳 其實一直 即是之前有很多年的經濟 都是這樣 駁澳門紀錄 駁澳門紀錄 開頭那些體育界或者社會都覺得 不錯 游得多好 慢慢的時候 即是 除了說 破得紀錄越來越多的時候 社會就開始 或者你自己也有一個要求 不滿足於破澳門紀錄 即是正如你今次的亞運也有第六 到底第六和第三 即是有牌 即是相差多遠 你覺得 那個時間就是相差一秒 是的 從第一名也是 其實目標是看每個人自己定 是的 即是你去到這個水平 便找一個更加高水平的目標 即是你第六 又或者是27秒9的時間 其實你的目標其實差一點點 那你覺得其實那個距離相差在哪裡 那個距離 其實全部東西都可以相差的 全部可以相差 全部東西都是可以改的 譬如 內力 是的 或者是技術 出發 其實 大畫手 是的 每樣東西都 是的 每一下手 我猜了二十幾下手 每一下都可以改的 每一點的思維 是的 這些其實就是 就是一個運動員的抉擇 其實就是好看自己的心 覺得自己 覺得自己還有沒有一個進步的空間 就是 可能一些人覺得 27秒9已經是澳門運動員的盡頭 你自己知道 那當然是不肯 還跟你去游 當然要找一份工作 是吧 但你覺得自己其實還有很多空間 嗯 因為這個項目 其實 看看別人的年齡 其實也 23歲是很年輕的 是的 是的 如果有條件的話 當然會有多一點 是的 因為 以前 有些天才 十八、九歲 十六、七歲都很年輕 不過近年看不到 是再有這些 這些 這些少很多 其實也有 但是 數量少很多 同樣都有些年長一點的運動員 是的 沒錯 兩邊都有 以前是 二十六、七歲 就好像已經結束了 現在不同了 現在可以游得更久 其實你之前 澳門也有幾代 所謂的蛙王 曾經有些前一代的蛙王 都說你是奇才 是啊 粗結 是啊 我們已經開了名 其實 你自己 你是否真的覺得 你的天分 因為我自己就是看 其實游泳這個項目 再加上男子運動員 可以游到 周文浩 即可能在亞運 游到第六 是一點都不簡單 真的不簡單 真的很不簡單 但是他 你怎樣覺得 你入到決賽 可能以前是沒有人敢想 是的 但是 入到決賽 最大成就 或者目標都是這樣 是啊 現在你又做到這裡 那你之後還有些什麼想法 其實入決賽也是我本身的目標 是啊 入到決賽 你的目標就 做到了 你看到對手 你可以再高一點 明白 現在的目標是 未來幾年的亞洲賽事 希望可以上班上台 是的 我也覺得 周文浩在有信念的時候 可以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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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你剛才說 你是 現在好像有些新的轉變 在運動員的角色上 即不是半職 是全職 是的 那訓練 即是一份職業 這件事要問問 老公局 哈哈 老公局 應該沒有運動員專業 這件事 那現在訓練是怎樣的 現在訓練就會比以前多了時間 是的 那就 擺更多時間去訓練 亦都會自己做多些恢復的事情 是的 譬如物理治療 或者 自己訓練員的放鬆 之類都會做得更多 那你覺得澳門的支持不夠呢 為甚麼 我們之前跟很多運動員 有聊過 包括李安琦 他有聊過 其實他覺得 只是一種資助 但實際上 在訓練方面 那個幫助不大 嗯 訓練方面 其實都很靠 自己 對 很靠我們自己 或者跟教練 即是向外面學習的機會 那你學習完 也都要 譬如有些器材 你也要自己主動去爭取 對 對 對 因為怎樣說呢 就算我給 譬如我給10萬元 你在澳門有 你也是一個職業 你賺10萬元 但是其實他沒有那個系統 他沒有一個訓練系統 其實就是靠你跟教練之間 兩個去創造 也都可以試一下去 即是去外面學習是一個很好的進步方法 對 除了是練習的過程 你最重要是有東西拿回來 讓自己用 是的 那申請如果去外地去集訓 那些難不難 政府說是全力支持 不 因為之前周文豪 其實我都知道你 其實經常都會去內地集訓 你曾經去過日本 即和李安琦一起 你也有時近一點去香港 你也會去訓練 其實政府我相信都是很大力地支持 被資源出去訓練 其實你去過不同的地方訓練 也算是 日本 你有甚麼是蛙式的一個很強的國家 即是你很想在別人那裏學一些東西回來 北島 你那裏 你覺得是怎樣 那裏的文化 訓練的文化 和氣氛是很好 然後 在那裏有一件事叫水畜 即是一個 魚缸 水畜 對 然後你在裏面游 然後 它有速度給你 你就保持在那裏游 亦可以給 錄下的動作 或者你的隊友在旁邊看 然後那裏的文化很多 是 大家會一起拿著iPad 看一條影片 逐條看 即是這幾個人裏面 我們覺得 這個人有甚麼是好的 有甚麼是不好的 這是一個很好的文化 嗯 即是如果各地來說 日本、香港和內地的 他們比較多 哪一種方面 其實比較適合澳門的運動員 以及適合你呢 其實 其實 真的 每一樣都要拿些回來 每一樣都要拿些回來 對 這個也是我自己的想法 嗯 因為 沒有可能完全 拿些東西回來 我覺得 沒有可能全都會套用 是 然後澳門人也會不對 但是 可以 適合用的 就拿來用 我覺得 是 現階段全澳門 只有你一個是全職的 右詠文 右詠文 是 是 是 其實 有甚麼一種孤獨感呢 即是 可能你練習 可能和你身邊都沒有人 會的 又不是身邊都沒有人 不過 自己的訓練時間多些 是 有些時間是會沒有人 是的 是的 其實也會有 覺得 好像很孤單 是的 這樣也很致語 是的 因為其實我經常在想 其實你反而變成一個全職的運動員 之後 還要是游泳運動裡面的唯一 暫時的全職運動員 是的 其實某程度上 別人 即是可能教練 或者整個團隊 對你的 就是 期望 你要游一些成績出來 你反而是一種壓力 還是 你就是期望有這一天 其實我 我期望我會有一個成績出來 是的 但是 譬如 始終因為之前我們也訪問過 其他 例如蘇世林 當時他亞運拿了牌 其實他之前也不是一個全職運動員 其實有他的隊友也是一個全職運動員 但可能他們的壓力是很大 即背負著某一種 你是全職來的 是的 你要有些事情 其實就以前也有經歷過這些壓力 就是去日本集份的時候 嗯 我剛剛說 有一個成績比較平均的時候 就是去完日本回來的比賽 就是當時也在想 自己好像過去半年 花了很多時間游泳 但是游得一般 付出了得不回那個回報 是的 到底是否結束 還是有甚麼問題 自己會很徬徨 那一刻還未得到那個回報 是的 未來也得到的 是的 你練了中規也會有的 其實 半職有可 或者你讀書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選擇 有很多選擇的權 不游 繼續讀 或者有很多不同的選擇 變得比較多 現在其實就沒有選擇了 現在就變成了 就是一個游就是游 其實中間其實有自己 有些甚麼比較深刻的取捨 取捨是這幾年的取捨 這幾年也是 一早已經選了一條路 其實在大學的時間 都擺了多少時間游泳 就是除了上課 我澳大是自己 自己泳池也有 還有自己選擇 選擇 選擇時間也是 自己選擇 很努力選擇一個 適合自己的游泳 對 這樣就好些 好 那我們下一節再跟周文浩 談談他未來的一些發展 這個字幕倒евид 可以下降 難免 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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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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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